他是我见过史上最渣的男人 自己在外面乱来被老婆发现 老婆只是说了他两句 男人就一巴掌打了过来 女人捂着脸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挨打 男人看着他说 我不能打你吗 接着又是一拳 女人被打发在地上 紧接着又说道 咋的 想和我打架吗 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我挣钱养你 你必须听我的 我不会 不好意思 这句话实在恶心到我了 女人看着老公 感觉就像个陌生人 男人走后 女人终于忍不住的哭了 这一刻 他立誓不能惯着他 要让男人好看 画面来到五年前 两人在餐厅浪漫的相遇 没过一会儿 两人就坠入了爱河结婚了 五年的时间里 大壮辛苦的上班赚钱 二翠则当着家庭主妇 细心超辞着家务 两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所以二翠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模范丈夫 居然是个顶级渣男 二翠特别的伤心 找到自己的闺蜜诉苦 闺蜜让他报警 可二翠却说 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不会让他坐牢的 闺蜜告诉他 如果你选择忍受 那这样的事情 一定还会发生 因为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孩子下学了 二翠开车来接女儿 却得知孩子被人接走了 二翠回到家后 怎么也找不到女儿 心里十分的着急 他给大壮打去了电话 听到女儿的声音后 他的心才放松下来 也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于是 二翠决定要带女儿逃离 晚上凌晨三点 二翠睁开眼后 小心翼翼地从床上下来 偷偷地拿起准备好的行李 接着一把抱歉熟睡的孩子 他要带着孩子逃离这里 自己的闺蜜带着司机 在外等候多时 就当二翠走到门口时 他停住了脚步 想好好再看一看这个家 就当他准备打开门时 大壮冲了出来 三人并不知道屋内的情况 突然 一声玻璃碎的声音 三人急忙下车赶来 用球放筒破玻璃打开了房门 可刚一进来 就看到大壮拿着枪对着他们 闺蜜看到躺在地上的二翠 不管死活的上来查看 好在大壮心里还有点傅岸 在女儿的掩护下 才成功地把二翠他们带了出来 他们来到一家酒店 刚住起房间没多久 电话铃就响了 居然是大壮打来的 二翠带着女儿急忙又跑了出去 跑进了一辆公交车里 还好导演不让司机开门 二翠才侥幸地躲了过去 他带着女儿来到另一个城市 暂时投靠前男友的家里 前男友心地善良 对他们母女很好 突然 传来阵阵敲门声 二翠感到不妙 带着女儿躲了起来 门外是智商福波勒的人 男人刚一开门 他们就开始到处搜查起来 还好二翠藏得隐秘 没被发现 果然 这群人根本就不是福波勒 而是大壮请的黑社会假扮的 一群人走后 二翠为了不连累前男友 只好收拾行李离开了 再次走投无路的二翠 只好投奔了多年没联系的爸爸 老爸是个很有钱的商人 帮他们安排了住所 有了落脚地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让自己变强 来保护女儿和自己 这个女人被老公逼上了梁山 他每天拼命地训练拳击 让自己变得强壮起来 付出常人的十倍艰辛 这一切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 他有更大的目标 教训自己的人渣丈夫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 他终于鼓起勇气回来了 现在的二翠 已不再软弱 身手变得十分敏捷 他偷偷地进入屋子 把所有的力气藏进了冰箱里 接着把关于家暴自己的信件 摆在他放枪的抽屉里 随后把枪藏起来 摆好录音机 坐在床头 换上自己的格斗服 穿上黑色的大头鞋 戴上一颗颗50克的大专戒 再用胶布给他紧紧一缠 万事俱备 坐等大壮回来 大壮刚到家 灯就突然黑了 男人觉得不对劲 赶紧去翻找手枪 摸到的却是几张白纸 这时 二翠慢慢走了出来 对着大壮摆好了格斗知识 大壮一笑 还是之前的那句话 想和我打架吗 你觉得能打得过我吗 二翠先是温柔的打了他一下 没等大壮说话 又是一下 假装自己很弱的样子 被惹怒的大壮开始无脑通刺 撞坏了很多物品 发出了真正玻璃破碎的声音 二翠眼看时机成熟 开始正式反击 不费吹灰之力的功夫 就轻松的把他打晕了过去 随后他高高举起一块大理石 一声吼叫 他还是心软了下去 就在二翠分心时 大壮从背后投袭了二翠 就当大壮再次下手时 二翠想到了之前 他用着大壮之前打他的招式 把大壮从楼上踢了下去 等警察到时 他以证据上的指纹和录音 成功骗过警察 以正当防御判定无罪 简单总结一下 男人大壮表里不一 瞒着老婆在外偷吃 事情暴露独打妻子 忍无可忍奋力反击 关注齐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